我是Yume 我是Sola 那這個頻道大概就是會 我們會去網路上找一些比較有趣的新知識 或者是可能會有一些手作相關的 或是日文相關的 對的內容 然後這些內容就是 我們會可能聊天吧 跟大家就是有點像導讀的 像分享一下這個內容這樣子 對那 今天的主題是 今天的主題是在網路上找到的一篇文章 然後 他的標題那時候還蠻吸引人 就是他寫說 我希望日文念然後我會再念翻譯這樣子 就是 常識人 絕對 周圍的人 社會人 對 翻譯過來就是說 就是 只要有常識的人就不會去做 然後 會讓周圍覺得說 你作為一個 就是社會人 一個一般人 他就不會去做的一些事情 對 這個應該是 日本的社會特別會有的現象 對 對 因為 在日本的社會環境裡面 他們是屬於 我不知道 有沒有聽過 語境這樣的說法 嗯 語境就是指 就是我們同樣一個語言系統 同樣在對話人裡面 我們互相之間認知的知識 認知的常識水準 是 高的還是低的 這樣講有點抽象 比如說 像 以日本人來講 他可能覺得下班去喝一杯 就是喝一杯酒的意思 嗯 對 或台灣人可能會有這種想法 可是如果你是跟小朋友講話 小班不會覺得說 你喝一杯就是喝一杯酒的意思 嗯 對 這就是你們之間語境的不一樣 那所以說 在那些不講出來的 潜規則 潜知識 越多的國家或文化裡面 他的這種 欸 你應該要去 遵守的那些潜知識 就越多 潜 應該講潜常識啊 不是潜知識 就像是 比如說如果我們去買東西 然後如果就是 店員問說 那你要不要帶一件回去啊 然後我們會說 啊我再想想看 但是這個再想想看 其實就是沒有要的意思 這個感覺嘛 對 然後店員基本上他也知道這件事情 對 可是 可是 如果你還沒有很常 比如說你不是很常去逛街的話 就是 或者是你剛開始當店員 然後你自己也沒有這種 社會常識 然後你就會覺得 哇這個店 這個客人他可能 以後還會進來 他可能等一下會回頭 他可能等一下會回頭 對對對 這就是屬於那種 我剛剛用語境這種說法 基本上就是 呃 用中文來講 應該就是有沒有常識 對 那日本人的認定裡面 他對有沒有常識的這個認知 是比較 嚴格一點 就是他會覺得很多事情都是常識 你怎麼會連這個東西都做不到 那種感覺 那另外一個層面來講 就是文化 對他們的職場文化 他們的社會文化 就是這樣子 那等一下呢 我們會從這篇文章裡面挑一些 這些內容跟大家就是稍微聊一下這樣子 然後文章本身也會放在那個影片的那個介紹欄那邊 那他是日文的 如果說有什麼問題的話也可以就是留言跟我們討論這樣子 嗯 好 那 欸 我們的第一個主題 他在這篇文章有一個導論啊 導論他是在講說 呃 作為一個社會人 然後在其他跟我們一樣的人的世界裡面 我們理論上會對其他人有相對於的那些 呃 這叫什麼呢 相對於的那種 嗯 關心跟態度 嗯 對對對 就是我覺得你應該要這樣對我 我也覺得我應該要這樣對你的 那種那種事情 實際來講就是 呃 譬如說 結帳的時候 本來就是應該要AA制 就是我負我的 你應該要負你的 那 呃 進電梯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禮讓電梯裡面先出來 我們再進去 然後做手扶梯的時候 理論上應該是要看靠左還靠右 靠一邊 另外一邊讓別人走 可是這些姿勢其實他不一定是規則 嗯 對他 比如說我們會禮讓電梯裡面先出來 我們再進去 這個也只是禮貌 嗯 對然後禮讓別人先下次我們再上次 這也是一個禮貌 那手扶梯基本上不應該要走 嗯 所以你其實不用讓一條路給人家走 可是這就是嘗試 如果說你呃 沒有做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別人就會覺得你沒有禮貌 但其實只是 以日文來講就是非常識 就是非常識的 不不去遵守這些常規的 這樣子而已 那 所以呢 呃在這邊文章裡面 他的論點是說 呃 如果說像這些禮貌的事情 你沒有做到的話 其實旁邊的人 他不一定會直接告訴你 嗯 除非他跟你很熟 對 但是他沒有告訴你 可是他可能很介意 嗯 那他很介意的情況下 他就會覺得你這個人是沒有禮貌的人 嗯 對 那他的論點 尤其是日本論點 他就會更會覺得說 喔 我應該要就是 遵守這些事情 大家都應該要遵守這些事情 對 他們的規則 日本人這種 守規矩 有禮貌的那種形象 其實是這樣來的 嗯 好 那大概就是這樣 那所以我們來看第一個主題 太腸を崩しても病院に行かない 翻譯過來就是 就算就是身體再不舒服 也不去看醫生 對 也不去醫院這樣子 那這裡面有在講說 他說 呃 不管你是身體不舒服啊 還是說 呃 因為就是 工作遲到之類的事情 休息 都會造成 就是周圍的人 覺得就是 你這個人怎麼 怎麼這樣 就是不熟食啊 或是 很不 很不專業吧 對對對 會有那種 很沒有用心在 工作上 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他們就是會養成 就是 就算我生病了 就算病得快死掉了 我也不去看醫生 因為看醫生 就不能去醫院 去公司了 他還是會 勉強自己去上班 然後 可是其實上就是 如果你不舒服 尤其像最近 你知道那個 就是說 呃那個 新冠肺炎 如果說 呃你可能有在咳嗽 或人不舒服 可能今年 大家會有一點這樣的觀念 就是說 可是在這之前 就算是流感的話 他們可能 也還是會就是 只是戴個口罩 或者是 就是連口罩都不戴 但是也是要去 撐著身體去上班 對啊對啊 文章裡面也有寫到說 因為文章的時間點 我不太確定是 什麼時候啦 但他提到的是 之前流感的時候 他說 自己就判斷說 應該是已經好了 然後連口罩都沒有戴 就直接去上班 可能 可能他原本確診是流感 然後三天左右 他就覺得 嗯我好了 然後他就跑去上班了 那可是其實像那個時候 很有可能 就是 你的身體還是一個 帶有病毒的狀態 那你的症狀可能沒了 可是你那個時候 最會感染給別人 台灣人有這種說法嗎 就是快要好的時候 抓交替 快要好的時候 特別容易 就是會感染給別人 這樣子 那 所以 日本的網路上 有一些聲音 就覺得說 這樣子的行為 他其實 並不是真的認真 並不是敬業 反正是會給別人 帶來困擾 對 因為你傳染給別人 換別人又不能去上班 那他們可能 又勉強去上班 然後整個公司的 那個效率啊 或是可能很容易 做出事 因為吃藥的關係 精神比較不好 之類的 對對對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 職場文化 你覺得嗎 嗯我覺得 其實在台灣的話 如果你真的身體不舒服的話 其實還蠻好請假的 蠻好請假的嗎 而且就算如果你 如果你真的症狀很重的話 可能你的就是周圍 同事或上司 你就說你還是去看一下醫生好了 就會催你去看醫生 嗯 可是這或許也有可能是 我們這一輩的 的 的那種職場文化 你不覺得嗎 就是 好像 以前的 老一輩的人 好像也比較少說 就是生病不舒服 就沒有去上班 可是我覺得 也有可能是 就旁邊的人 也怕你傳達吉他 哦 他們也是很害怕 就聽到旁邊的人在咳嗽 就是大家也是會 就是緊張一下下 嗯 我覺得應該也是 嗯 對啊 但是他就是 我覺得最主要是 就是這個公司 他營造出來的氛圍啦 如果說 你每次去 譬如說請假休息 然後 你可能本來就很忙 或你負責的工作 就沒有代理制度 嗯 那你真的一請假 就會造成很大的麻煩 不管是造成別人 還是造成自己的麻煩 的情況下 你就會覺得說 好像沒那麼嚴重 還能夠爬去上班 我就爬去上班 對啊 有時候的確是會這樣 對啊 因為你事後要去收拾那個爛探子 其實更麻煩 嗯 我覺得應該也是這種文化造成的 可是我覺得 如果你覺得 就是你自己覺得身體 還可以許可的話 這種狀況是 當然是 還可以理解 可是有的人是 就像日本他們的文化 有的人是真的 是非常非常不舒服的 可是還是要撐得去的 那種狀況 我就覺得 有點太超過了 哦 也是啦 對啦 因為 就是 可能比較 勉強自己的那種狀況 嗯 勉強到就是 真的撐不住的時候 你也沒有辦法 有其他方法的 這樣子 對 那我覺得這個對應來講 有一種像是 那種 日本無論如何 都一定要上班的那種狀況 為什麼叫無論如何 就是我們上次有聊到 就是說 呃 去年 去年颱風的時候吧 嗯 去年颱風來的時候 然後不是那個 他們那個 那個 電車都停開嗎 可是他們 他們所有上班族 都還是 跑去 車站 排隊 就是等著要 那個電車開 然後等著去上班 那這 以台灣人來講 就是很不可思議的事情 對啊 就是看颱風來 可能電車停開 可能台灣人就 就上班了 不要出門不要出門 要不然就是等他什麼時候開 再出門啊 對 可是日本人呢 他會去車站等喔 對 然後排到車站外面都是人 我覺得講到這一定會有人覺得說 沒有啊 我就是很認真上班的人啊 我也是無論如何都想去公司 這不是文化 就是我很愛我的工作 或是我的工作沒有我不行 或許有啦 但我們是在講說 就是他們那個企業文化 本來就比較像是這樣 那也因為這樣 所以你如果是很重要的人 你不得不去 那可以理解 可是因為大家都是那個樣子 所以就算你其實你今天也沒有什麼特別要想的事情 或者是說 你的工作是可以處於自己調整時間的 甚至可以在家上班的 他們可能都會覺得我還是要去上班 因為其他人都去上班了 如果只有我不去的話 公司對我的觀感會是怎麼樣 會不會影響到我的烤機 會不會影響到我的烤品之類的 對我覺得還是這個氛圍吧 其實我覺得對應來講 為什麼不請家 一個層面我覺得也是這樣子 對因為 這有講話就是日本的職場文化 跟台灣的職場文化 大家應該也有聽過 日本那種所謂的 以社為家 就是把公司當作家 然後還有年功序列 是這樣講的 對 像這樣子的職場環境 會讓員工 蠻重視自己在公司被評價的狀況 對所以不可以做出任何 讓公司覺得說 有損於自己形象的事情 因為畢竟你要在那邊待一輩子 就是你在工作上 還是有偶包的意思 對對對 那台灣就比較 好像比較沒有差一點 就是很多人都覺得說 欸我 反正請假是我的權利 對然後一陣子 可能就會換跑道 如果你真的就是 在這個公司你待的不開心了 你可能就會離開 或是說 你本來就有換跑道的打算 不需要留下太多美好的印象 反正有據有散嘛 對那種感覺 我覺得可能會有一點不一樣 所以其實 後面如果有機會 再探討 關於職場文化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考量點 並不是說台灣人 比較不認真或怎麼樣 只是說可能 比較重視自己的權益 然後我覺得相對來講 也比較合理一點 有時候日本人的那一種 堅持是不太合理的狀況 那不是好或不好 就是說太過於勉強 是不太好的 這個也跟最近常常在聊的一個話題有關係 就是 因為日本人以前人在跟別人講說 加油的時候 他都是講說 應該大家都有聽過 就加油那種感覺 可是 現在他們反而會 到過來跟年輕人講說 不要那麼努力了 沒關係 你已經夠努力了 你已經足夠努力 你這樣做已經夠了 不要再給自己施加壓力了 因為其實不管是日本 韓國也是 台灣也是 近期的 聽到了很多很多 一些比較負面的新聞 一些比較令人難過的新聞 都是跟一些心理的疾病有關係 對 那不懂 不論說他們不懂得照顧自己 可是他們可能把很多事情 放在比自己更優先的位置上面 那我覺得去正視說 其實只有自己可以最好好的照顧自己 只有自己有辦法對自己好 這種觀念是很重要的 那當然不排除 有些人就是對自己太 這個也沒辦法 但是就是 總括來講還是說 譬如說看醫生 生病去看醫生 這種事情當然是一定的 對啦 而且這件事情生病 就是要看醫生 在台灣人 就是對台灣人講 應該是很理所當然的事情 對 但是他竟然會在 就是日本人 在聊智商文化的時候 會去討論到這一點 就可以看得出來說 他們對自己 就是平常上班 是多緊著的那種狀態這樣子 好 那這個大概是這樣子啦 那接下來 我們的另外一個主題 他這個 我們在看的時候 自己也在透笑 他說 就是使用錯誤的日文 這不是說外國人 去日本公司上班的時候 講了錯誤的日文 他這邊有講說 就是他會 會 比如說 打字的時候 打了錯誤的音 就是同音異字 然後故意這樣 就像打 打錯字嗎 對 就像打錯字 有點像是台灣人的那種 火星文 或是注音文 然後把它放在商業的書籍裡面 對 有點那種感覺 然後或者是說 把一些比較口語化的東西 直接放在商業的書籍裡面 比如說 我們可能是開頭都會講說 您好 怎麼樣怎麼樣 怎麼樣的 如果說對外比較正式的文章 他可能一開頭就是 哈囉 你最近好嗎 之類的 這個在台灣 或是比較歐美系的 好像感覺OK 是親和理 對 可是在日本的環境裡面 那個真的超級怪 就很怪 對 超級怪 你就算沒有很正式的那種開頭 如果有學過商用字 我一定有學過那個很正式的書籍 沒有啦 真的講實在的 現在沒有人這樣寫信 理論上沒有啦 但是 還是會稍微正式一點 畢竟是商業書籍 對對對 不會那麼很像在跟朋友聊天的感覺 對 那 但是還是有日本人 像現在年輕人 他們可能 以這個文章裡面的說法是 他自以為風去用我 這樣子寫 好像覺得說 我好像跟你 比較近距離 比較沒有那麼 有隔閡的感覺 去用這樣的文字 可是 其實是不太妥當的 那另外一個狀況 就是日文有分 他的禁語 日文的禁語 有分成尊禁語跟謙讓語 沒有學過日文的朋友 應該是不知道 就是 所謂的尊禁語就是 同樣一個動詞 他就放在 別人的動作上面 我為了尊禁你 所以那個動作 我會用尊禁語 那 同一個動詞 如果是我自己做的話 我就會用謙讓語 尊禁跟謙讓 就是別人的動作 跟自己的動作 對 那這個部分其實 還蠻難的 其實很多日本人 他們自己也搞不清楚 對對對 然後 所以說 就是 他可能會混著用 那 造成一些 比較尷尬的地方 不過 我覺得這個東西 是這樣 就是 如果你混你就用 他不會不要太勉強用 對 因為你可能 你覺得 這個尊禁語 就應該講說 你不知道他是尊禁 有沒有謙讓語的情況下 你去誤用 可能就會很怪 我們用中文解釋就好了 比如說 我拜讀了您的文章 其實這就是謙讓語了 嗯 我拜讀 那這篇文章 請你拜讀一下 這個就很怪 超怪 對 這就是 尊禁語跟謙讓語混用的地方 對對對 或者是說 嗯 還有什麼舉例 我是不是稱呼別人嗎 比如說稱呼 什麼什麼什麼先生 什麼什麼小姐 但你不會說你自己 什麼什麼先生 什麼什麼小姐 對 這個我超想講的 很多人講自己是什麼什麼小姐 聽起來就很乖 對 超奇怪的 比如說 啊 用日文講的話就是 我叫Yume嘛 然後所以 我不能講我自己 我是Yume-san 講自己是什麼什麼 對 就像是 給自己加進程 你好你好你好 我是王小姐 然後我就 蛤 你是王小姐 王小姐是我說的 通常都是會說 畢姓王 或是什麼的 對對對 可是台灣人會 就是習慣這麼說了 對 有些年輕人也會沒有注意到 這個其實也是尊禁語跟謙讓語混亂的狀態 但是台灣人本來就比較沒有那麼深刻的這種感覺 應該想說 尤其是越年輕的人越不喜歡那種很拘謹的 他們覺得那個有點太假了 對 所以不喜歡用那樣的說法 我們可以理解 可是其實 還是有嘛 先生小姐總是大家會用的 就是你可以理解 但是你聽到的時候還是會覺得怪怪的 對對對 那日本人這個就再明顯一點 因為尊禁語跟謙讓語是他們進社會的時候一定要學的東西 他們可能到學生階段都還不會好好的把這個東西做 可是出了社會之後就會學會 那很多人他一輩子都沒有學會 說實在的 我們也認識很多日本人 他一直都沒有用對 或者是很愛用這個的人 就是他的自詩日文程度比較高一點 日本人自己覺得自己的日文程度 就像我們有些人覺得自己的中文比較好一樣 他們有些人也會這樣 然後他們就會用比較多尊禁語跟謙讓語 不管他們用對還用錯 其實我覺得對外國人來講 他感覺是一種 反而比較難閱讀 比較難理解的狀態 對因為對於我們華語系的人來講 在使用日文的時候 有漢字都是比較好理解的 對那或許還可以 可是如果對歐美的人來講 那基本上就是一個罩門 對漢字就是一幅一幅的圖片 他們更沒有這樣的概念吧 對對對 所以說其實尊禁語跟謙讓語就是 混亂的這個情況下有點難 那我們剛剛是用外國人的角度來看 以他們日本人自己的角度來看 他們是覺得說 你本來就應該要分得清楚 對而且你不能用錯 你怎麼可以就是 譬如說他們有一個 這個東西也是很常會被忽略的 就是你對自己公司的人 你要對別人介紹的時候 你不可以加賞 就算他是你的主管 你的社長 對我們我們會講說 這是我們公司的王總經理 王總經理是稱呼可能還好 王先生他怎麼樣怎麼樣 這王先生其實在日文就是王 就是已經加了賞 可是我如果是對外部的人介紹的時候 其實我不可以說他是王先生 我不可以說他是王 我只能說 王啊怎樣怎樣 就是說不可以加那個賞 對這是日本人一個 他們自己會比較care的小地方 就是說對自己本公司裡面的人 不管他在你的這個公司裡面 是多高的位置 對外的時候你們就是一個群體 所以你不可以把你的群體的人 加上禁稱來介紹給別人 對淨稱是別人對你的淨稱 不是你自己對自己公司的淨稱 類似這樣 那當然你在公司內部的信件裡面 或是你直接對上你的社長 或是你的主管的時候 你還是要對他加淨稱 因為他就是你的主管 可是你就要考慮說 你對話的目標是誰 對對對 你在社內對話的話 那就是遵守社內的規則 可是對外的時候 你們是一個個體 你們代表的是公司 對 像這樣子的文化 那還有一個就是 為什麼日本會喜歡用尊敬 還有一個原因 這是我在看這篇文章的時候 想到的 就是說日本的語言上面 比較沒有那麼重的 主語的文化 就是台灣人講話很喜歡說 我 你 怎麼樣 所以我來做 你來做 麻煩你了 等我一下 因為有我跟你的關係 所以這個動作是由誰做 就變得很明確 可是在日文裡面 他不一定會那麼明確 講出我跟你 當然他在語法上 文法上面是看得出來的 可是有些時候會混淆 連日本人自己都覺得會混淆 所以他們會用尊敬語或千讓語 這種方式來表達說 這是我做的動作 我用千讓語表達我做的動作 我用尊敬語 等一下 這個動作麻煩你做 對 可是問題就出在這裡了 我們了解這一點 可是不一定分得出來尊敬語跟千讓語 對 所以又不一定寫得對 對啊前提是你要分得出來 對 因為對於外國人來講 他就是不好理解嘛 就算是我們日文的能力 不管再怎麼高 很多人的敬語就是一個罩門 對 就是搞不定 對 那那種情況下反而混亂 那日本人以為這樣子可以 他們至少是寫對的 有些台灣人跟著學這樣的東西 然後根本就寫錯了 所以就會造成很嚴重的 商業上面的liss 因為你可能覺得 你寫了一封信出去 你是請對方幫你確認這個東西 就對方可能看成說 你要確認這個東西 他就在等你的回覆 嗯 然後時間到了 時間過了 什麼人都沒有去做這個工作 對 我覺得這就是 蠻有趣的地方啦 所以使用錯誤的日文 並不是說日文好或不好 日本人自己本身有這個問題 就像有時候 你在講中文的時候 你會想說 中文可不可以講得更精準一點的感覺 對 有時候中文就是講得很隨便啊 之類的 就是我們常講的說重點 對 有人講了一大堆 那你都不知道在講什麼 邏輯呢 對邏輯也要用的 也要很清楚啊 對 大概是這樣子 就使用錯誤的日文 那還有一個裡面覺得蠻好笑的地方 就是有趣的點 就是他這裡面有一項他寫說 お昼休みにわざわざ取引先に電話をかける 就是在午休的時候 故意在那個時間 也不是故意啦 就沒有顧慮到 對 沒有注意到 有些人是特意啦 特意在午休時間去打電話給客戶 或者是給他們的就是廠商 這個取引先就是指他們工作上沒有往來的人這樣子 對 那這個東西呢就是文章裡面有寫到說 守時是常識 這個對比世界上任何個國家都是一樣 沒有喔 對啦 每個國家的守時關鍵也不太一樣 有的半個小時內還算準時 台灣人也不是說不準時啦 應該是說會盡量準時 那個容許範圍比較大一點 沒有 就是對日本來講 日本以外的國家大概都是不準時的 對對對 日本的守時有一種他自己的自覺 就比如說像你知道去拜訪別人的時候 你要提早 你不能準時 但是你也不能提早太多 對 你可以提早一點點 但你也不可以提早很多去按電鈴 或是去跟他說你到了 因為他可能會很慌張 還沒有準備好 對像這種事情 或是說你也不可以遲到太久 然後有些國家會覺得說 你遲到是禮貌 你讓主人家有時間可以準備好 等你來這樣子 所以這很文妙 但日本人就是守時 我們就不要想太多 我們就基本上準點到就可以了 準時到就行 可是呢 所以日本人基本上是一個 理論上是一個蠻有時間觀念的民族 那 但是他們會去注意說 在文章裡面他有提到說 他會去注意有沒有遲到 可是呢 他會忘記就是對方正在做什麼事情 他這個 這個在講的是說 有些人會在中午的時間 打電話去對方的公司 然後你會很明顯的聽到對方正在吃東西 因為午休時間嘛 那其實日本的企業文化 跟台灣是一樣的 因為歐美比較不一樣 所以我才這樣講 不過跟台灣一樣的是 他們的午休也是固定時間 對對對 可能現在好像新冠肺炎 有些會調整用餐時間 不過一般來講的話 休息時間就是跟台灣一樣 可能是12點到1點 或是到1點半之類的 那所以那個時間呢 理論上就是他在午休 午休 午休台灣人好像會睡覺 日本人基本上不會在公司睡覺 對對對 他們就是可能吃飯 或是休息 對 那他在那個時間打給人家 就是人家的休息時間 對 那所以就會覺得說 不夠尊重別人休息的時間 這樣子 你可能你是很認真在工作的 你是很很專心在處理你的事情 但是你要挑對時間 你不能在別人要休息的時候 去處理這個東西 對 可是我跟Soda看到這一篇 我們的感覺 我們是想到日本的午休文化 我記得我剛開始工作的時候 我第一份工作 也就是在日常裡面 然後 因為工作很累 而且剛開始工作 所以就是一大午休時間 就覺得是我自己的時間了 我就啪就啪去睡覺 我好幾次都被叫起來 拍拍睫毛叫起來說 因為沒講 你還好嗎 你是不是身體不舒服 然後我就說 我沒有身體不舒服 我只睡午覺而已 我只睡午覺而已 對 他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在公司睡覺 對 因為他們 在他們的習慣裡面 他們午休是不會在那邊睡覺 所以你在那邊睡覺 大概就是人不舒服 因為我們大概 我們從國 幼稚園開始吧 幼稚園開始就有睡午覺的習慣 對 所以我們會習慣說 中午的時候睡一下這樣子 然後所以就是 會有這種狀況 然後我後來常遇到就是 因為日本他們 就沒有這個睡覺的習慣 所以他們吃完飯 他們可能聊天 甚至有人就在旁邊打 講電話 然後就不會care的到 就是旁邊的台灣人在睡覺 休息 對 所以有一個 在台灣的日常公司 一個很有趣的文化 就是一開始剛來到台灣的日本 都會覺得說 怎麼大家都在睡覺 大家都人不舒服 還還關燈 對 還關燈 對 然後 後來他們就是 慢慢習慣這件事情 可能會跟我們一起睡 對 所以 他們沒有睡午覺的習慣 所以他們下午剛開始的第一個時間 就是1點2點左右 就不能跟他們約開會 因為他們那個時間開會 他們都醒不過 就是頭腦還沒有轉 還沒有清醒 不像我們睡一個午覺起來 就會超級無敵清醒 我們就會自己 有那個調節的方式 對 大概是這樣 所以其實 很多東西它就是 文化上面的一個差異啦 那並不是說 真的是有禮貌 或沒有禮貌 那尤其是日本人 他這個毛又特別多 對 所以我們可能就是 有機會的話 可以多去了解一點 然後比較不要去觸怒對方 那也不能說 只有日本 有些東西台灣人也是一樣的 這樣子 那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看一下那個 影片說明欄那邊的 相關的內容 那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或許以後有機會 可以再跟大家討論看看 這樣子 那以上是我們 第一次的試錄啦 可能比較亂一點 就是如果有 就是覺得 聽得比較怪的地方 再請大家多多包涵 謝謝喔 謝謝 掰掰 掰掰